上一位罹患了罕见疾病 痛纳事症的妇人 愿意一命换一命 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生下孩子 帮丈夫传宗接代 小女婴被一世抱在怀里 哭声哄亮 一旁的妈妈看了好满足 冒着生命危险 总算顺利将宝贝女儿生下来 为了庆祝母女平安 医院也特别举办庆生会 让大家分享这份喜悦 今年39岁的义勋 身高只有145公分 因为罹患透纳事症 也就是染色体异常 她比正常女性少了一个X的染色体 因此身材矮小 子宫小不易受孕 而且在心血管方面也相当脆弱 如果怀孕 还容易导致主动脉剥离 死亡率有八成 它会从这里口泪 那血从这里灌过来 就整个好像是丝子片一样 整个都撕开来 尽管这么危险 不过为了帮先生传宗接代 妇人甚至在生产前还跟医师说 愿意一命换一命的想法 我知道我怀孕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我感念一次 她说我要给她一命 配一命 好在老天帮忙 加上医师的细心照护 义轩顺利产下了健康的女婴 母女平安